娱乐圈里向来有不少拥有一瘦惊吓体质的明星 即便表面一本正经 遇到突发状况时也会瞬间失去表情管理 甚至原地化身哨子精 展示一波拔地而起的高音 那么有哪些人曾因为神反应而诞生了名场面呢 这里是瞎谈鱼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明星们受到惊吓时的高能表现吧 作为胆小界的著名代表 多年来范澄澄因为受惊吓而诞生的名场面 可谓是数不胜数 从彩带受害者到十级多数王者 每一个称号都足以看出他有多胆小 与此同时他还是典型的怕虫人士 在综艺《青春环游记》里 原本正在乖巧两读台词的他 被突然闯入的飞蛾吓了一大跳 随即原地弹射气飞 扑到了旁边嘉宾的怀里 可谓是胆子还没嗓门的一半大 真人秀《少年可气》中的一幕更是高能 杨迪没能成功抓住的张劳 转头就跑进了范澄澄所在的洗手间 吓得范澄澄裤子都没跳就赶紧往外跑 当然他在偶像练习声里被吓的次数也不少 某次他正走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 突然头顶传来陌生女子的呼唤声 吓得他直接僵化 愣在原地进退两难 最后头也不回的拔腿就跑 嘴里还一直念叨太瘆人 不过最离谱的是 他在转角处遇到路人时 也能吓到灵魂出窍 让人忍不住怀疑 他的帅气是用胆子换来的 黄子涛也是出了名的异兽惊吓体制 当网友们得知黄子涛要参加《真正男子汉》 这档军营体验节目时都满欢期待 以为能看到他英勇洒爽的一面 他没想到他竟然在节目里当起了喜剧人 某次大家正远地集合坐在一起吃饭 前一秒几位明星嘉宾还在悠闲的聊天 下一秒捧着饭碗开心进食的黄子涛 就被突然响起的枪声下刀模糊 碗里的米饭也统统趁乱出头 到了抓机环节 黄子涛也立马现行露出寒厚本质 面对教官的点名他先是假装听不见 随后又否认三连试图逃避 可惜招招落败 于是放弃挣扎的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但当教官把机递给他时 他还是条件反射的尖叫不停 遇上以爱耍宝著称的罗志祥时 黄子涛就更崩溃了 在选秀节目《创造101》里 两人共同担任导师 为了火跃现场气氛 罗志祥突然站起来大吼了一声 直接把黄子涛吓到表情管理失控 而在另一档综艺 这就是街舞里 罗志祥又调皮了一把 毫无征兆地冲着旁边几位导师大叫 可怜黄子涛又位列其中 令不少网友直呼 心疼滔滔三秒钟 陆寒也曾遭遇过罗氏惊吓 在某场发布会上 一众嘉宾站在一起合影 并且得把手放在通定的启动装置上 于是本就紧张的陆寒 在听到罗志祥的大扫门后 直接远地起跳 眼神逐渐涣散 最终只能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不过他的名场面可不止这一出 听觉异常敏锐的他 总是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吓到 比如录节目时旁边大张伟 突如其来的热场欢呼 闲聊时从背后传来的高分贝鞭炮声 以及拍戏时搭档鼓励那扎打喷嚏的动静 在跑男里他也没能幸免 一个爆炸的气球就能让他下出重影 秒线傻袍子原形 最离谱的是某次正在直播吃火锅的他 甚至还被自己的歌吓成了没眼看表情包 而在推理类综艺明星大侦探里 受到惊吓的明星就更多了 马思纯就是其中一位 在某一期节目中 他和大张伟正在认真地寻找线索 突然耳边响起了乔伯力声 于是他下意识地转头望向声音来远处 却不料被窗外的何炯和吴磊猛地吓了一跳 整个人直接抖了三抖 虽然何炯一直在讲话 但他的思绪仿佛已经跑到九霄云外 语言系统也彻底紊乱 回过神后便开始一个劲的无奈失效 除此之外 他自己下自己的功率也不弱 才刚被本子里的蝴蝶吓得火速扔输 转头又莫名其妙被自己绊倒 就连一旁的大张伟都忍不住跪拜吐槽道 马思春也被自己的一惊一炸 笑到上气不接下气 另一位反应巨匠子是邓伦 看到床底下的假人是 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吴磊的胳膊 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又心酸又好笑 接着他又发出了看似爽朗 实则崩溃的笑声 试图以此来演示惊魂未定的尴尬 令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想必这就是心情坐上一台盆射机的感觉吧 到了实景解密体验秀 密室大逃脱里他依旧是全队的胆小担当 不仅出登场就被大家的热情欢呼 吓到小脸煞白 就连虚假的爆炸声都能让他瞬间痰软 令一众嘉宾笑到失声 节目里的各种道具也是他的恐惧来源 从突然转动的人恋模型 到恰好在他经过时打开的密室机关 再到真的只是意外掉落的水平 都能把他下个不轻 遇到成精的战斗机时 他更是一秒破功 先放声尖叫 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跳上桌子 可谓是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怨云鹏的反应就更真实了 在综艺极限挑战里 他蒙住眼睛 靠迪力热巴和王迅的带领 进入了一间屋子 虽然一进门 他就觉得房间里的味道不对劲 心生恐惧 但在队友的安抚下 不安感逐渐降低 就在这时王迅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背 并大叫了一声 本能睁眼的怨云鹏 还来不及细看眼前的景象 就直接转身夺门而出 空间里回荡的惨叫声 和他的满头大汗 都足以证明 他也是胆小街的一员 就连网友都忍不住吐槽到 怨云鹏这是从相声演员 转行当男高音了吧 不过不止这些充满悬疑元素的综艺 能让明星吓破胆 就连走温情路线的即时节目 向往的生活 也能让一些胆小派代表当场诗语 彭玉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打开爆米花机器时 他刚用完劲就火速逃离现场 堪称珍惜生命第一人 但由于机器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只能再次尝试 可就在他把手伸过去时 一阵浓烟突然喷出 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响 吓得彭玉畅自动跳起了舞 还有网友表示 掉了一地的不止爆米花 还有彭玉畅的偶像包袱 妹妹张子峰也是表情富翁 转头看到陈鹤时 瞬间被吓得滑容失色 随即以百米充促的速度逃跑 还试图用哥哥彭玉畅当挡箭牌 让一度网友深感一律 纷纷称其为无效求助 毕竟两人的胆小程度不想上下 某次大家正坐在一起专心致志的听黄渤讲鬼故事 突然黄渤悄悄的摸了摸张子峰的脑袋 直接把他吓得远地弹射 旁边的彭玉畅也跟着遭殃 当场化身表情包 随后两人又被误入镜头的蚊子 吓得完全不敢动 一个双目失焦 一个锁肩求饶 彻底坐实了胆小鬼身份 王一博和肖战也曾上演过 大受惊吓的连锁反应 在某个采访现场 两人正认真回答着问题 并云淡风轻地表示 电数剧拍摄现场并不恐怖 花音刚落 桌上的玩具狗突然暴躁起身 给他们吓了个措手不及 刚立的flag轰然倒塌 与此同时 王一博还试图通过摇手卖萌 来缓解尴尬 而自诩胆大的肖战 明明也被切切实实地吓了一跳 一转头就把锅甩给了王一博 还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另一次 两人则是遇到了突发黑灯状况 写字的肖战不可置信地睁大了双眼 还顺便打了套拳 说话的王一博 极致敢用感叹剧来强装镇定 并且获得了肖战的贺声 谁能想到高冷酷盖王一博 私下如此弱小软萌 而表面沉稳的肖战 其实也拥有一瘦惊吓体质呢 朱一龙也和暴躁玩具狗 有过一面之缘 某次负责拍摄的节目组 偷偷设置了整股道具 但朱一龙毫不知情 只是单纯地按照节目组的要求 一边接受采访 一边用夹子夹起玩具狗面前的骨头 就在他微笑着回答问题时 玩具狗突然一个猛扑 吓得朱一龙直接笑容凝固 当即瘫到 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神无可恋 当然也有一些真淡定的明星 比如王子义 面对熊本雄的突然袭击 他选择了最为简单粗暴的对抗方式 反手一推大力出奇迹 还免费送送一个充满正气的表情 想必在这场大战里 只有始作俑者熊本雄留下了心力阴影 如此看来 娱乐圈里的一受惊吓担当并不在少数 有些是表面高冷 实则弱小的反差人物 有些则直接把胆小写在了脸上 而大家的反应也截然不同 轻则尖叫 重则弹跳 还有人直接吓到灵魂出鞘 小米浆们 你们觉得哪位明星是米国夫奇事的胆小派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明星受到惊吓时的爆笑反应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